母亲是呵护你们十个月 生怕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而且母亲有时候还会不舒服 会害喜 那个感觉跟晕车差不多 很难受 而这个时候母亲还会把 营养的食物硬是吃下去 因为她忍受这个难受 时时想着要让孩子 有好的营养可以吸收 所以母亲为了我们的健康 她能忍受这些不舒服 把食物吃下去 那我们也应该为了父母 让他们不操心我们的健康 我们一些均衡营养的食物 自己也要吃下去 回报母亲的恩德 而生产的时候 古代都说生产是过一次鬼门关 是很危险的 而生产的痛 比癌症的痛还要痛 那个痛的感觉就好像 每十五分钟拿一把利刃 在你的手上画一刀 每十五分钟再画一刀 短的话要两三个小时 才能够生出来 长的话很可能还有一两天的都不止 而当母亲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当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母亲第一个念头 就是想着 孩子健不健康 就把人间最大的苦 完全放下来 只是为孩子做下 所以母亲这一念心 我们用一生的物质 都很难报答得了 因为那不是数量 那不是钱财可以衡量 那一念无我的付出 无我的关怀 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报 而孩子生下来以后 三岁以前都不离父母的怀抱 整个生活都需要 父母亲很细腻的去照顾 而孩子生下来 就怕他肠胃不健康 所以曾经有一个母亲 她就说了 她说孩子几个月的时候 那个大便 她觉得一点都不臭 甚至还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她看到孩子那个粪便 长长的 颜色也很好 代表孩子的肠胃很健康 所以母亲都不嫌弃我们 时时只想着 我们的身体好不好 所以有一个父亲就说到 他说他还没结婚以前 刚好有一个朋友 把孩子带到他们家 结果在他的书房 拉了个黄金 结果呢 他说他每一次走过去 就觉得好像闻到臭味 后来他自己当爸爸了 孩子在屋里面 各个角落都奉献了黄金 他从来不觉得臭 所以你看都是心理作用 我们能把所有的孩子 都当做自己的孩子 一样去爱护 那相信一定能把孩子们都教得很好 所以我们爱护学生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很好的身教 这个君呢 是指身教 做他们的榜样 亲呢 把学生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 师 是言教 时时抓住教育孩子的时机点 所以孩子 这个三岁以前 这个三岁以前肠胃病啊 或者感冒发烧啊 这是常有的事情 而我自己记忆当中 自己发高烧 当天晚上啊 这个父母不知道起来多少次 都是轮流啊 来关心孩子有没有退烧 我都回想到呢 父亲啊 起来好多次 印象最深的就是 当父亲的大手啊 摸着我的额头 感受到 啊 孩子终于退烧了 当下呢 父亲好像心里 心上那块石头啊 掉下来了 我都可以透过呢 父亲的手 感受到父亲的心境 而那个时候呢 可能都快天亮了 父亲也只能睡 一两个小时的安心觉 还有一个母亲 她因为要让孩子 养成不尿床的习惯 就轮流起来啊 就长 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啊 叫起她的孩子来上厕所 那因为 生了好几个孩子 最后啊 又要照顾孙子 现在七十多岁了 每隔一个多小时 都要起来一次 这个都是为子 孩子为孙子的付出 以至于我们 小的时候 母亲可能 用心的 调配食谱 上面的食物 然后给我们煮了 好几个小时啊 我们一不小心 就把她给推倒了 而母亲没有责怪呢 马上又 把她收拾好 又赶快去煮 营养的食物 给我们吃 以至于我们在 我们在 念小学 很可能 自己心爱 电子情 心爱一些 很昂贵的东西 父母 这个忍痛啊 可能拿了 半个月的薪水 买给我们 我们很可能呢 谈几下呢 就把她抛在旁边 这点点滴滴的 父母都是 为了孩子好 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 做了很多的努力 跟牺牲 以至于我们念 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 自己念大学 常常一两个月 才回家一次 结果每一次回家来 这个母亲啊 一进门 我一进门 母亲说 哎呀 瘦了不少 然后呢 桌上都摆着 自己喜欢吃的菜 结果自己坐下来啊 一两个月 没有吃到母亲煮的菜了 一看到马上啊 就吃起来了 狼吞虎咽了 吃了好一回啊 突然回过神来 看看母亲 妈 你怎么不吃啊 妈妈说 我不饿 我不饿 你吃就好了 你看又瘦了 多吃点 母亲看到我们吃啊 她心里就高兴了 都只想着孩子 没想到自己